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熱點互動節目 我是主持人韓非 《金融時報》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俄中天然氣管道協議再次陷入僵局 與此同時 伊朗召見中共大使抗議社導主權 朝鮮也在近期抨擊中共 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 伊朝鮮三國為何密集對中共公開表達不滿 中共軸心同盟又將何去何從 我們請教兩位嘉賓 參加今天討論的兩位嘉賓分別是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先生 吳嘉隆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陳教授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教授 陳世民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吳老師好 各位觀眾好 好的 歡迎兩位 首先來看到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訪華行程 前腳離開中國沒幾天 就傳出中俄西伯利亞力量2號的 大型天然氣管道協議 談判是再次陷入僵局 上週日 《金融時報》引述三名知情人士 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透露 莫斯科認為北京在購買天然氣的量和價格上 都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說中共不僅把價格壓低到接近俄羅斯國內 大幅補貼的水平 而且只承諾購買 每年可輸送天然氣的一小部分 面對記者的提問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沒有正面回應 只是附輸中俄兩國元首 有所謂深化利益交融的共識 那俄國官方媒體也回應聲稱 維護本國利益是正常 有關談判還在進行中 吳嘉隆先生兩方的回應是否驗證了相關的協議 確實陷入僵局 您覺得在天然氣管道協議上 中俄目前存在哪些主要的利益衝突 這個的確是陷入僵局 那麼在天然氣管道方面 第一個 管道的興建成本誰負擔 如何負擔 這個比例的問題如何解決 第二個 管道如果修建完成之後 它的安全誰來維護 如果它被破壞 比如說被恐怖分子攻擊 對不對 責任算在誰身上 這個安全的問題 再來的話 這個管道的 控制營運 是在誰手裡 是俄羅斯那邊還是中國這邊 這些問題可能讓他們有所衝突 那麼現在一個問題是這樣 原來中俄之間不是號稱是戰略同盟關係嗎 算是 至少是所謂無上限戰略合作夥伴 那兩方面如果有什麼爭執 為什麼要把它攤開來呢 通常兄弟之間如果有什麼吵架的話對不對 私底下吵一吵不會公開場合吵給別人看 你看它現在的話把 雙方的爭執都攤開來 讓媒體來報導 而且這個媒體像金融時報 這個是西方的媒體 也不是中國的 也不是俄國的媒體 所以可見已經進展到不遠了 大家都不遠了 就直接把那個矛盾攤開來 所以你說有沒有陷入僵局 我認為是有 而且雙方已經 純心拿這個事情來為下一步 來鋪路 什麼意思呢 因為 普丁到北京訪問的時候 後來有去哈爾濱 然後大家開始猜測 他離開中國以後會不會直接到北韓去訪問 後來沒有 習近平鬆了一口氣 因為如果他來中國訪問 順道去北京 去北韓的話 那麼中國的部分就 被沖淡 大家開始關注說 俄國跟朝鮮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進展 朝鮮背後的老大哥已經不是中國了 會不會是俄國 很多的地緣政治的猜測會出來 沖淡了 普丁到北京訪問的重頭戲 結果普丁沒有去北韓 習近平鬆一口氣 可是後來聽到消息 是普丁準備正式訪問北韓 然後稍後再來安排 不是不去北韓訪問 這下子習近平又傷腦筋了 所以很可能雙方在這一點上不太舒服 然後拿這個天然氣管道這個問題做文章 互相給一些壓力或者臉色瞧瞧 就是中方可能希望 俄羅斯不要去跟這個搞北韓這邊的那個 跟北韓做交際 做公關 就是這樣子 讓外界讓西方國家以為 北韓後面的老大哥 還是中共 如果要跟北韓打交道的話 還是必須透過中共 這是這樣子 然後 否則的話如果北韓背後的老大哥轉成是俄國的話 那中共的那個國際外交的籌碼會少很多 所以這個方面的話可能中共想跟俄羅斯 鬧一點糾紛 然後再來談判說你那邊讓一下 是這樣子 變成一種 外交談判的交易 籌碼之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中共自己很可能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外衛儲備其實已經不夠用 所以他要壓低價格 他要減少購買 他跟俄羅斯那邊的話 就讓俄羅斯 覺得很失望 不是原來以為的那麼大筆的交易 我蓋了這個天然氣輸送管道 結果你的購買量那麼低 價格又壓下來 所以俄羅斯也覺得很不是滋味 這是這樣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其實 那個美中 貿易戰之後經濟 關係惡化之後 據說習近平原本有意跟美國和解 包括他後來決定去舊金山去年11月15號去舊金山 後來跟拜登有一個會談的 那個時候 或者更早 就是他讓秦剛去當駐美大使 從駐美大使回來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就是已經有意識透過秦剛跟美國關係能夠緩和 或者說和解 結果據說被美國拒絕 被美國拒絕以後他就派王毅回來當外交部長 就是又回來抱俄國大腿 可是這樣也不是辦法 這只是一時的權利之計 就是如果習近平想跟美國恢復以前的和好關係 來解決經濟壓力的話 那他必須對美國交投名狀 這個投名狀就是 捅普丁一刀 那普丁也想跟俄國和解 普丁還在接受美國記者他可得訪問的時候說 美國的主要威脅其實不是俄國而是中國 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暗示說美國應該聯合俄國一起對付中國 而不是在烏克蘭那邊去針對俄國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表示習近平也想出賣 普丁也想出賣習近平 捅習近平一刀來向美國交投名狀 贏得美國的這個重新修法 跟美國重新修法的這個機會 所以習近平跟普丁其實都想爭取美國的關係 然後就要互相捅刀 說不定這個局面造成他們在一些 能源交易上開始有矛盾出來 也說不定 就是說 罪翁之役不在酒 拿這件事情其實一有所指 可能 中俄之間的關係不像外面以為的那麼平順 好 以上 嗯 撲出表面的種種跡象顯示 中俄背後是各懷鬼胎 我們也看到此前和普京一起訪華的 這個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 曾經在抵達北京的當晚 也就是5月16號宣布說 和中已經就這個天然氣管道項目 基本達成一致 並將在不久的將來簽署合約 但是現在又傳出協議擱淺的這個消息 那我想請問陳世銘教授您的看法 如果說普京到北京後 中共確實給了莫斯科信心 但為何又在短期內出爾反爾 您覺得是中共內部的財政出現困難 還是中國本身就各謀其利 存在生存的分歧呢 我想這三個原因各自都有 那我也不想贊同剛剛吳老師所講的 其實吳老師剛剛講其實簡單講就是 中二之間本身的一個合作 其實是一個利益的結合 那當今天利益有所矛盾的時候 或說各位齊利的時候 那很明顯的 彼此之間的一個分歧矛盾 就是逐漸逐漸呈現出來 那這一次的天然線的管道問題 很明顯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於中國而言 當然他經濟 畢竟逐漸緩 所以說他國內 對於石油或天然氣的一個需求 原本就沒有像過去那麼樣的一個大量 那另一方面 簡單講就是中共他也看準了 現在是你俄羅斯有求於我中國 你俄羅斯現在陷在烏二戰爭中 你有求於我中國來幫忙你 來去買你的一些石油天然氣 來幫助你自己本身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財源 所以他中國自己本身 當然利用這樣的機會 然後希望說把這個 天然氣的價格盡可能的壓低 來讓中國可以獲得更多的一些利益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當然看在 俄羅斯眼中他當然也是非常不滿 尤其是西伯利亞的一個天然氣的管道 其實西伯利亞 向來就是 俄國跟中國之間最大的一個 矛盾的一個問題所在 因為畢竟俄羅斯 他在怎麼西伯利亞 他畢竟西伯利亞人煙稀早 那西伯利亞本身當然他就在中國上面 原本西伯利亞那邊的一些居民 其實很明顯的在過去這 冷戰結束以後 中蘇之間的一個和緩化 和解化了以後 你可以很顯然看到現在 西伯利亞本身的經濟 已經完全被吸入到整個中國市場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很明顯的我相信 俄羅斯對中國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戒心 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以來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俄國的一些 比較民族主義傾向的一些人士 他其實他對中國人不是非常滿意的 你今天如果看過去 俄羅斯自己本身過去所做的一些民意調查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俄國本身的民意 對中國人的那樣子 一個好感度是很低的 那很重要的關鍵原因就是因為你中國人 就像到加拿大美國澳洲一樣 你到我西伯利亞買一大堆的一個土地 然後你把我整個西伯利亞本身的一些 整個 這些地方的一個經濟 吸入到你中國市場裡面 變成西伯利亞必須依賴中國本身的經濟 那這個當然引起 俄羅斯相同程度的一個擔憂 尤其今天很明顯 習近平他現在一直在激 激勵他整個中國自己本身內部的民主主義 情緒 這樣內部民主主義情緒繼續 激發下去的話 會不會到最後未來 有一天 連習近平所謂的祖國統一大業的中國夢 也希望說能夠收穫 1860年 當時這個北京愛魂條約裡面 所在中國的東北佔領一大片的土地 那這可能也都會讓 俄羅斯本身有某種程度的一個擔憂 那這其實也就是二中之間 其實還是有一個深層矛盾的存在 所以今天你說二中之間 我想他再怎麼樣講什麼 什麼戰略 夥伴關係再用多長之眼去形容這個名詞 但你還是明顯可以看到 二中之間他不是一個軍事結盟 他本身其實 還是有某種程度的一些矛盾存在 也很難說共同的去 來在整個世界上能玩安全的合作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的 路透社曾在5月13日引述消息說 過去中共出於原額的考量 總是先把相關的建設資金 全部支付給俄羅斯 但是現在中共卻反過來 讓俄羅斯支付這筆錢 不僅如此 中共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這個價格 此前就幾乎是歐洲的一半了 但現在中共還要進一步壓低價格 那吳嘉隆先生您覺得 中俄就這個天然氣協議的拉鋸戰 最終能否達成共識呢 隨著相關的分歧 中俄的關係是否會再增加一道裂痕 是不是能達成共識這個不太 說得準 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重點是分歧已經成立 雙方的分歧還會 進一步製造裂痕 你現在注意 你剛才提到的 路透社那個新聞是5月13號 這什麼意思 因為 普丁什麼時候去 中國訪問 是5月15、16 所以 這個新聞表示在普丁來中國之前 雙方的部長級會議 關於這個能源交易 已經在緊羅密鼓的談判 以便 這個 最高領導人見面的時候可以達成協議 所以工作階層的會談要先展開 那可見那個時候 普丁來之前 已經有摩擦了 已經有這個分歧了 然後後來普丁到北京的時候 就是說 俄國想要的 尤其是像這個能源交易這件事情 可能沒有要到 所以普丁有點失望 就是跑了一趟中國以後 沒有談成他想談 談成的交易 所以到最後普丁可能有一點 應該說 從各說各話到不翻而上 但是表面上沒有撕破臉而已 但是你看之前跟之後 5月15、16 對不對 那個普丁在北京 你看之前5月13號那個已經有消息出來對不對 這個天然氣的問題有一點磨 一定有一點分歧了 裂痕 然後這個之後 也看到有一些裂痕對不對 所以 看起來中俄之間的關係 已經進入這個暗流的時代 就是有點那個 開始進入這個灰色地帶 不像原來那麼陽光 這個燦爛 那麼這個可能是雙方在考慮 習近平很掙扎 就是支持俄羅斯嗎 也不是 不支持也不是 所以他現在很很矛盾 那 支持下去的話 肯定看他已經知道美國大概準備動手制裁了 那不支持的話 這個將來在國際上 中共講話沒有信用 說好要支持俄羅斯的最後最後又沒有 這個也很傷 這個中共作為一個大國 他很重視這個大國的顏面 那如果到時候 被人家那個質疑這一點的話 說你說話不算數 講話都跟放屁一樣 那也不行 所以呢他現在 左右為難就是支持也不是不支持也不是 所以有可能需要靠一些 分歧或者裂痕 來給自己一點反衝時間空間 他如果將來要跟俄羅斯翻臉的話 他可以跟美國說你看你看 我在這個能源交易上已經跟他撕破臉了等等 作為取信美國的一個工具 或者以後他如果發現美國的壓力夠大的話 他又回來跟俄羅斯和解 或者談成這個協議 原來我們沒有談好了我們現在來把它談起來這樣子 就變成說他這個東西 時後未到 時後到的話他可以讓他 成立或者讓他失敗都可以 現在等於是懸戰那邊 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就是完全因為習近平在衡量到底跟美國的關係 是和解還是要繼續 對抗 如果要對抗的話肯定要拉俄國 作為夥伴 然後如果不對抗了要跟美國靠攏了那可能就要出賣俄國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增長所以這個 這個天然氣的談判 就懸戰那邊 有進展但又不滿意 就懸戰那邊沒有真的最後達成 正式的一個協議 是這樣子 好 以上 除此之外 《金融時報》的消息人士還透露 普京在和中共黨魁見面時 曾提出所謂的三大要求 第一個就是有關上述的 天然氣管道協議 第二是要求中國的銀行增加在俄國境內的商業活動 第三是要求中共拒絕出席烏克蘭在本月組織的和平峰會 而中共外交部也在此前的5月30日 31日已經宣稱中方不會出席這次的和平峰會 對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是罕見的 在6月2日這個《香格里拉對話》演講中 公開的點名中共 批評中共協同俄羅斯向其他國家領導人施壓 阻止他們參加峰會 還表示烏克蘭有證據 顯示中共正在協助俄羅斯 而中共黨魁卻在一年前在電話中向他承諾說 北京不會介入這場戰爭 陳世民教授 我們知道烏克蘭過去一直在中共的問題上 持謹慎的態度 但是澤倫斯基的這番言論 可以說是公開的撕開了中共所謂調停者的面具 您覺得促成澤倫斯基改變態度 公開挑明對中共不滿的要因是什麼 俄羅斯他現在生產武器所需要的一個晶片 有90%左右是來自於中國 透過一些私人公司 或是說走私 偷渡的方式私下運送給中國 還有包括製造那些武器所需要的工具機的機械 那這些都十分明顯 這是因為中國本身的見解的支持 而使得俄羅斯可以快速恢復他的國防產能 所以中共本身 我想澤倫斯基他當然也看得很清楚 那這個本身當然都讓 澤倫斯基感到不滿 他覺得你中國很顯得 你就是在 想要兩面討好 愚翁得利 一方面 等於說給俄羅斯一些援助 然後讓俄羅斯變成 指引中國的一個小老弟依賴中國 但是同時 你中國又想要跟西方國家做生意 來去發展經濟賺西方的錢 所以你看過去 美國郭靖布林肯就明白 你中國你不肯兩面討好 你一定必須要選邊站 那澤倫斯基他在面對 這個月六月的一個瑞士的和平高峰會 那 中共居然就呼應俄羅斯要求不去參加 而且中共他不只不參加 他還利用中共自己本身的外交影響力 去要求一些世界上其他國家 也不要去參加瑞士的 烏克蘭和平高峰會議 那這個當然讓澤倫斯基非常不滿 所以我個人是蠻期盼 澤倫斯基應該要認清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威權主義國家 他是不可能說去真正真心誠意的去幫助 你這個烏克蘭來去施壓這個二五十的 那我相信也是在這樣背景的情況下 對於當時目前的一個 對目前的這個澤倫斯基來講 他就因此去採取這樣子的 對中共本身的一個不滿情緒的發言 我們還看到澤倫斯基還表示說 中共國淪為普京手中的工具是很不幸的 吳嘉隆先生在您看來 事實是否完全如此 中共滿足俄羅斯有限要求的背後 是否有其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外交本來都會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而且還是說 被描述為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那麼比如說 一國的內政可能有左派有右派 那看看誰執政 那執政的政黨可能會把他國內的那個 考慮都延伸到外交來 這是肯定有的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他說中共 變成普京手中的工具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 然後 大家一開始也不曉得美國會不會真的 啟動金融制裁 俄羅斯打下來 俄羅斯的軍事進展打起來會如何 一開始 普克蘭戰爭剛爆發的時候大家也看不準 現在大家已經看出來了 俄羅斯被困在烏克蘭這邊 陷入一個長期消耗戰 然後長期消耗戰的話要補充彈要補充 部隊的人員 那麼俄羅斯到最後的話就有求於中國 提供晶片 一些成熟製程的晶片去做武器 做彈藥等等 然後現在變成說 普京 是習近平手上的工具 現在情勢反過來 現在雙方的這種互相的利益 互相的利用 那麼到最後的話 坦白講 他們應該會撐不住 為什麼 因為 很多人在問說你美國能夠同時 打烏克蘭戰爭 以色列戰爭 甚至於南海跟台海這邊有衝突 你美國能夠 支應得來嗎 應付得了嗎 你應該反過來問 中俄這個準同盟還是 邪惡軸心 整個邪惡軸心 有沒有能力同時在支應 烏克蘭戰爭 以色列戰爭 甚至於台海的戰爭 你不要問美國 你回來問美國的對立面 中國俄國這個組合 有沒有能力 發動三個 地方的戰爭 答案是不可能 你一個烏克蘭都會搞成這樣子 你還去搞以色列跟台灣這邊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起來 中俄兩國可能就 就是剛才提到的 就是 左右為難 就是 習近平幫也不是 不幫也不是 那俄羅斯呢 依靠中共也不是 不依靠也不是 雙方其實都有一些左右為難 然後就開始留一手 留一個退路 就是萬一時代不行 可能還是得跟美國認熟 要跟美國恢復 良好關係 不能 不能 就是綁在一起以後 被美國 一起打 現在美國把中國俄國 送做堆 兩個送做堆 而不是聯合一個打另一個 以前是聯合中共對付蘇聯 叫聯中治蘇冷戰時期 現在不是 現在是故意把 中共跟俄國送做堆一起打 這個局面已經這樣形成了 所以到最後可以預見得到 就是說 中國俄國這個組合 最後會 最快撐不住的是他們 那這樣的話他們得考慮退路 尤其是中共高官很多人在海外有資產 如果被凍結的話還是被制裁的話那吃虧很大 所以 中共已經不太不太敢再繼續幹下去 他已經知道美國都掌握證據了 所以他現在對俄國的話支持也不是不支持也不是 俄國發現中共 中共有一點變化 有一點 不是原來以為的那麼無上限 對不對 現在的話可能就開始也抱怨 你看到俄國都在抱怨 好像一個怨婦一樣 在抱怨 所以這個 邪惡軸心 可能開始有裂痕了 而這個就是美國在期待的 美國包圍施加壓力 然後不正式進攻 就是要 讓他內部 起變化 然後內部開始被撕裂 最後內部開始有鬥爭出來 那個時候美國才會正式展開這個正面攻擊 現在美國就是包圍你加壓力 然後引誘你內部分裂 那現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 引誘中共跟俄國 那個翻臉 互相那個捅刀 然後那個時候美國就會正式出手了 美國現在就是加壓力加壓力加壓力 到最後他們兩個撐不住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以上 除了中俄的裂痕不斷加深 我們也看到中共的另一盟友伊朗 也在近期對中共公開表達不滿 5月31號中共阿拉伯國家 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 中共在這個聯合聲明中宣稱 支持阿聯酋為所謂和平解決 大通部 小通部和阿布穆薩群島 三島主權之爭所做的努力 但馬上就招致伊朗的強烈不滿 並罕見召見中共大使抗議 因為雖然自1971年以來 伊朗一直實際控制著以上的島嶼 但阿聯酋宣布對這些島嶼擁有主權 中共外交部三號對此回應宣稱 呼籲伊朗和阿聯酋 通過對話解決分歧 請問陳世銘教授 我們知道近年來 中共一直積極地布局中東 並試圖扮演所謂調解人的角色 但在您看來是否搬起石頭 砸了自己的腳 我想中共他過去 其實他一直很積極在中東 想要提升他的影響力 其實這不是最近五年 他其實已經很積極 大概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那過去或許在五年以前吧 他主要是 從跟伊朗關係的一個提升 來去扮演他在中東的重要角色 就有跟伊朗的一個緊密的關係 但是過去五年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 目前伊朗跟遜尼派的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 包括我們今天要談的阿聯酋的國家 關係其實有某種程度的一個和緩 那在這和緩過程中 其實中共自己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其實對中共而言 他目前其實 等於說同時 尋求跟伊朗 以及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 或阿聯酋這些國家 本身想要去同時提升他的關係 然後藉由這樣的方式把美國影響力 逐漸的去 把他排擠出在整個中東地區 那這樣的做法可能就影響到過去 或許在五年以前 跟伊朗非常緊密的關係 過去五年以前 當然主要關鍵當然是因為川普 上台以後 等於說終止了伊朗核協議 那川普的政策可以說是對伊朗是相當 嚴厲的有對他的圍堵 那在這樣圍堵狀況之下 伊朗當然尋求跟中國一個更緊密的一個連結 尤其最當最重要關鍵的當然就是 賣石油 賣石油給中國 中國可以說是伊朗最大的一個石油的進口國 但一方面現在伊朗 跟一些迅尼派 沙烏地阿拉伯 阿聯酋這些國家關係和解 然後美國 從2021年 阿武漢撤軍以後 其實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也沒有程度的一個下降 因為這些 中東國家尤其沙烏地阿拉伯 他擔心阿武漢發生的事情會不會發生在他自己 沙烏地阿拉伯的身上 所以其實 他們對美國的安全承諾也有某種程度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那這當然就給中共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看2022年 中共 在中共自己北京 主導這樣的一個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建交進程 那這都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想要說在 遜尼派跟什葉派這兩派的一個國家 之間來去 遊走鋼絲希望說能夠與翁得利 那這樣的政策之下 當然很明顯你就看到 就可以看出來 很明顯的中共對中共來講 他可能就會做一些 可能會讓伊朗不是非常高興的事情 那這個今天這樣的事情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心態本身的一種呈現反應 我們也看到此前的2022年12月 中共黨魁在參加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時 也曾發表過所謂涉及伊朗和阿聯酋 三個爭議島嶼的聯合聲明 當時伊朗外交部也是召見了中共大使來表示強烈的不滿 那時任中共大使是宣稱 所謂尊重伊朗的領土完整 並表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 將在後天到訪 來緩解伊朗的不滿情緒 那現在伊朗總統萊西去世不久 伊朗是再次的施壓北京來改變立場 吳嘉隆先生您覺得現在 中共是否還能繼續在伊朗和阿拉伯之間走好鋼絲 中共的幾個考慮 第一個它對伊朗 應該是有把握 伊朗原來因為核子問題被美國制裁 所以伊朗是在比較孤立的 它很多民生用品很多製造品必須從中國進口 所以它對中國的依賴 中共 中共應該覺得 短期內伊朗找不到替代來源 就是說中共對伊朗 這個有把握 然後呢它之所以支持阿聯酋 詳細 詳細原因我們不清楚 不過我們可以做一個合理的 推測 就是第一個 如果 阿聯酋就在那個 沙烏地旁邊 那如果它爭取到阿聯酋的石油交易 用人民幣結算的話 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 以及去美元化 那麼這個對中共來講是一個重要的國際 這個政治的進展 如果能夠爭取到阿聯酋的話 用人民幣結算一部分能源交易 接下來的話當然就重心就是那個沙烏地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如果跟中國的能源交易也能夠因此 增加人民幣的結算的比例的話 那麼對中共來講這個是很大的好消息 那這是一個金融的考慮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在哈馬斯的總部 一些領導人好像就住在阿聯酋 阿聯酋可能就是資金的提供者 幕後資金的提供者 那伊朗可能提供武器跟訓練 那麼如果中國希望 讓在中東有 更多的紛擾 來分散美國的這個 注意力 讓美國把一部分的軍事力量 用在中東地區的話 分散美國的注意力的話 那需要那些 激進團體 像哈馬斯 好像 一些激進的恐怖團體 能夠替中共幹一些髒活 那這個時候說不定 是阿聯酋的 影響力會比 伊朗大一點 那另外的話 伊朗呢 現在也擔心中國可能在 這個 金融吃緊的情況下就是外匯儲備中共其實已經不夠用 表面上他有很龐大的外匯儲備 比如說3.1 萬億還是3.2萬億這個 這個水平 但是有超過9成 是 對外 舉債來的 就是那個外匯儲備 超過9成是借來的錢 是別人的錢 並不是中共自己的 據說外債已經到2.9萬億 你想想看 那麼 大部分的錢其實表面上是中國的外匯儲備 那其實都是別人的錢遲早要還 當然 那個舉債外債的話有長債跟短債 長期債跟短期債的問題 短期債就是一年之內要償還的那個比較要緊 長期債的話可能會分好幾年再來償還 那麼短期債的話大概也將近一半 那麼這個對中共的外匯儲備來講是一個緊張是一個壓力 他已經不太適合搞那個大傻幣的戰狼外交 大傻幣那一套 所以伊朗可能也會擔心 這個比如說中國現在對 俄國的資源已經變成不是 不是像原來承諾的那麼 堅定牢靠 可靠 所以伊朗也擔心有一天被中共這個 拋棄 然後他現在中國會 做出這樣的聲明支持阿聯酋 給伊朗很大的警惕 所以伊朗還會說 他乾脆來支持台灣獨立這樣的一個 說法 來刺激 中共 所以現在 中共在伊朗這個問題上 他其實是 整個中東一盤起來考慮 中和考慮 那中東現在的重點是因為有一個戰爭 哈瑪斯跟以色列的戰爭 然後以色列很可能借著 風炸敘利亞那邊的伊朗大使館把伊朗 拖下水 那伊朗拖下水的話中共可能就很 很不好辦因為支持也不是不支持也不是 所以中國支持阿聯酋的立場 有可能讓伊朗生氣但是也讓伊朗發現背後少了一個靠山 可能就不至於在 荷姆斯海峽那裡 那三個島那個附近來製造軍事衝突 因為如果伊朗覺得 中共支持他的話他可能就 這個 敢去製造事端 因為背後有靠山 現在中共不怎麼讓他靠的結果他很生氣 可是也因此可能伊朗就不會在荷姆斯海峽這邊 又爆發出 軍事衝突或新的爭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整個中東局勢對中共來講會可能會比較好控制 因為如果他去支持伊朗的話那伊朗說不定就 把新一橫 跟阿聯酋幹起來了對不對 那這樣中東戰爭不就複雜了嗎 所以也許中共考慮到讓中東的局面能夠有控制 能夠 比較好控制 所以 不太樂於直接讓伊朗覺得背後有靠山去支持伊朗 也許是這個樣子 以上 就像剛才吳嘉隆先生提到的 我們看到在2022年 伊朗為了表達抗議 曾有媒體在新聞的頭版 寫上台灣獨立合法權利 來諷刺中共的兩面嘴臉 有分析指出當時中南海及派胡春華去伊朗 其實是用錢來擺平 而現在伊朗再度向中共表示不滿 大概率又是在逼中共出錢 我再請問陳世銘教授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中共目前的國內經濟已經拉響警報 還有多少資本擺動伊朗 這顆棋子 那如果拿不到足夠的錢 伊朗還會親甘情願的為中共幹髒活嗎 其實中共對伊朗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工具 一個就是買石油 第二個就是賣武器給伊朗 那賣武器給伊朗就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現在中共其實它也在積極發展伊朗的對頭 也就是遜尼派的像 像沙烏地阿博或阿尼球這些國家 所以很明顯的過去幾年 其實中共在賣一些 先進的一些武器 尤其是飛彈 給伊朗的這個進程 其實已經要換緩了 那至於說 在買石油這個部分 過去 伊朗受到美國經濟制裁之後 他賣石油給中共是最重要的一個 石頭石油出口的國家 但下一個問題是一方面 中國他自己本身經濟 可以逐漸的一個換緩 他去年大概經濟成長率就5.2% 5.2%其實已經相較於他前年 前年大概2021年就已經 還只有7% 6%左右 這其實已經相成如果換緩了 那換緩的狀況之下 你經濟成長率換緩 代表說你自己中國 本身的一個 石油的一個需求量下降 那自然而然就不需要買那麼多 海外的進口石油 那尤其更重要的是2022年 烏爾戰爭爆發了以後 那很明顯的中國也透過這樣的 跟俄羅斯買石油的方式 來支持俄羅斯 那俄羅斯其實因為他受到西方制裁 所以俄羅斯他賣給中國石油 是相當便宜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自然而然中國就會減少 像伊朗的一個石油的買賣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或許會讓伊朗覺得有 某種程度的一個不滿情緒 等於說過去 中國對伊朗的一些支持 不管說是在整個中東的政治上 或是在整個經濟上面 似乎都不像過去5年以前 這樣大的一個支持 那這個或許也是導致 最近比如說今天 一旦有一些事情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伊朗那些媒體 應該都是在某種程度 但是受到伊朗控制的 那伊朗政府他願意讓這些媒體 去放出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什麼台灣獨立這樣的一個聲音 很明顯就是向中共政府做一個警告 希望中共政府本身 本身你的對伊朗政策 必須要有所調整 那這當然也是對中共來講 因為很明顯的 我覺得中共跟伊朗基本上就是利益的結合 雙方也不是說真的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價值 兩者之間的共有想過說彼此真的是什麼 非常緊密的一個盟友 它其實就是只是在一個 抗美的一個價值 抗美這樣子利益的結合 那這種利益結合之下 一旦利益本身有模仿不合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分歧的地方了 最後看到被稱為新邪惡軸心的最後一國朝鮮 也是在此前的5月21日公開譴責中日韓峰會 有關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聯合聲明 並在中共總理李強還在首爾會晤的期間 就發射一顆軍事間諜衛星 讓李強的立場是十分尷尬 美國之音的文章評價說 雖然這不是前所未有 但朝鮮這次是罕見的干擾了一次有中共參與的重大政治活動 陳世民教授 您如何看朝鮮這次大膽的挑釁 是向中共要錢的舉動 還是中朝關係真的出現裂痕 所以你強要為什麼要參加中日韓峰會很明顯嗎 他需要日本跟南韓重新來投資 這個中國大陸的經濟 但問題是你這樣子的一個 要跟中日之間 要跟中日中韓之間要和緩關係 很顯的一定有可能就必須要犧牲和北韓之間關係 而對於北韓而言 對朝鮮而言 朝鮮很顯的 他過去對於中共也沒有玩安全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過去從金正恩上來以後 最近的10年 其實金正恩一直希望說能夠降低 朝鮮對於中國的依賴 而方式就是提升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尤其對於朝鮮而言 他最需要就是天然氣跟石油 那當然就從俄羅斯來去進口天然氣石油 來去降低和中國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依賴的關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 今天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李強他這樣的一個參加的一些會議 然後在這個高貿會的聲明裡面 提到說要朝鮮半導揮和化 這樣的一個讓北韓不滿的一些言論的時候 北韓他當然覺得 他必須要去表達他的一個強硬的態度 因為這本身 當然對於北韓本身的一個安全 會構成相當程度的一個挑戰 那這樣的一個事件 當然也可以很顯然看得出來 這些所謂新邪惡軸性這些國家 不管說伊朗或北韓或俄羅斯 中國之間 其實都是利益的結合 他們並不是說真正有怎麼樣的一個 非常共同的一種價值之間的一個連結 來使得彼此可以採取一個 共同的一個對外的立場 他們彼此都是一個利益結合 而當利益有所分歧 矛盾就可能會呈現出來的 而中國很顯 他現在就是很想要兩面討好 在西方跟這些邪惡軸性國家之間 兩面討好 但這個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當然就會經常看到 有一些彼此之間的一些紛擾矛盾的現象 出現的存在 吳嘉隆先生 一朝俄三國都在近期密集的 直接或間接表達了對中共的強烈不滿 您覺得這一趨勢是否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 會的 因為朝鮮這一次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他說的那個朝鮮半島無核化這樣的聯合聲明 這根本不是新東西 這是早就存在過的那種聲明或論述 朝鮮拿這個做理由 對中國好像那個拍桌子 還是說那個讓他覺得尷尬 在他那個重大會議的三國峰會的時候 來發射一些間諜衛星等等 這次擺明了給中共一點臉色 瞧瞧 因為這個理由很牽強 他是故意的 那為什麼 他可能在向普丁發信號 他在迎接普丁來訪 所以他告訴普丁 你看 我現在大哥是你 不是中共 有這樣的一個味道 就是說準備轉向這個俄國 投靠俄國 而不是投靠中國 拿俄國來制衡中國的那個影響力 因為韓國人講嘛 就是日本是朝鮮半島百年來的敵人 但是中國是千年來的敵人 那麼對他們來講 對金正恩來講還刻骨銘心的是怎樣 就是習近平要求金正恩把長子放在北京做人質 但是金正恩一直不答應 所以兩邊關係不好 金正恩也沒有來中國訪問 一直到他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 他才把長子帶到北京去 就是2018年那個3月的時候 他把長子帶到北京去 當人質 所以金正恩對中國是心裡面 非常複雜的情緒在 然後呢 他現在等於在發信號給普丁 也發信號給美國 告訴美國說 我跟中共的關係也沒那麼順利 沒那麼穩定 這個還有就是還有空間 還有操作的空間 所以朝鮮利用這個三國峰會 找一個什麼 朝鮮半島無核化這個聲明 這個事情金正恩跟川普談的時候 就是在談這個事情 談成什麼呢 就是金正恩答應川普 在我講那個新加坡 2018年6月12號 新加坡那個川津會的時候 那個金正恩承諾 不再釋爆核子武器 到目前為止 他履行 他有遵守這個協議 他履行這個承諾 就朝鮮試射的灰彈 都是短程灰彈 因為當時 金正恩跟川普有兩個交易 一個 北韓不再試射核子武器 第二個不再試射 長程洲際彈道灰彈 叫做長程發射能力 這兩個條件 到目前為止 金正恩沒有違背 所以川普說 他沒有踩我的紅線 那金正恩有沒有發射灰彈 有 都是短程的500公里左右的 有 但是長程的沒有 8000公里 1萬公里以上的沒有 所以對川普來講 金正恩還算是個傢伙 說話算數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金正恩很可能在對美國 對俄國發信號 表示他跟中國有矛盾 他敢對中國叫板 敢對中國拍桌子 意思是這樣子 以上 那最後我們剩的時間不多 可以請您簡單的點評 中醫 朝俄 四國關係的走向嗎 所有的這個邪惡軸心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中國如何在美中關係之下去決定 它跟俄國 跟伊朗 跟朝鮮的關係 真正重要的是美中關係 而美中關係的話 其中有涉及到經濟問題跟台灣問題 那在其他問題上面 那個摩擦來摩擦去都是在製造籌碼 真正的那個爭奪的領地 領域是經濟跟台灣 就這兩個 好 以上 中醫 朝俄 四個意識形態 大相徑庭的國家 憑藉暫時的利益走到了一邊 也注定所謂的心邪惡軸心 終將在不斷加劇的國際挑戰之下 走向奔崩離析的結局 好的 由於節目的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就要結束了 感謝吳嘉龍先生 還有陳世銘教授的精彩點評 感謝觀眾朋友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